好 所以即使我们看书 我们看老祖宗留下来的文献 或者是这些教科书 我们不能完全接受 我们要去思维 它这样合理吗 它这样作片吗 它这样完整吗 所以善学不善学 就是你要去思维 你要去想 并不是人家这样讲 它就完全是对的 不见得 我们要去思维 它的合理性跟不合理性 好 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说 那么 至于呢 论到人的性格的强弱呢 这个人的性格强 或这个人性格比较弱 这个要以命宫的正心呢 是不是 就是要以它的正心为主 而不是以南北斗了 就是说 不是因为它是南斗心 所以它就比较温柔 比较阴柔不是的 你要看它是什么 比如七仨心做命的人 像我这个天良心做命的人 你就不能归入说 南斗心的人都是阴柔 OK 那比如说北斗心的人 北斗心系的人 指挥心 是北斗 指挥心 往往大部分表现出来的 不见得是 刚强 除了它画拳 因为它指挥心 永远就是这样 它就是当老大 别人提意见 然后别人怎么说 然后别人怎么看 然后呢 你怎么说呀 张三你怎么说 张四你的看法呢 老六你 你的见解呢 老八那你 你又怎么看 他问完你们以后呢 然后他才 综合一下 或者是以谁的意见 比较跟他相接近 然后把那个人的意见 讲出来 可是他会说 这不是我的意见 这是别人的意见 表现出来够 怎么样 够民主吧 因为他不会把自己的意见 先讲出来 不会直接了当 我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要这样 你们要怎么 他不会直接了当 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会绕个圈子 然后来 我要这样做 是因为别人这样说 怪了 那五六个人里面 为什么你就是选他呢 因为那个人跟你 那个人代表你的心生 好 所以这边又讲到说 那就像是柔心 三方式正的心要会合呢 深宫又有刚心 或者是刚心三方式正 又会合到柔心 若柔又遇到柔 刚心又遇到刚 这样子才能够比较 就是有点像是加分 那最好的就是什么 就是柔心遇到刚心 刚心遇到柔心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呢 有点在打迷糊仗 就打迷糊症 就如果你光看这条 如果你看不懂 都是很正常 OK 如果你看这一点 你看不懂 甲敬雄 因为他讲的很多地方呢 不是很 不是很 不是很正确啦 这样讲 不是很正确 但是他是要有淡的速度 他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会这样 他不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不会这样 他必须要 再做一个注解 注解 那这个注解 就是新一份 现在帮你们做个补充说明 好 那我们进入第五点 第五点呢 他讲到说 那么什么叫做生 何谓以生 这边讲的就是 五行的相生克了 那五行的相生克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念一下 就是说 什么叫做生呢 就是母生活 活生土之类 以羊来生阴 或阴来生阳为上级 阳生阳 阴生阴 虽然及 但叫此之 好 这边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注解 好 那接下来说 那何以为叫做客呢 客就是金客木 木客土之类 但是呢 必须阳来客阴 阴来客阳 方可以 如父交子 炎而有情 主先辟后太 也及 那什么叫做化呢 先讲一下前面这两段 心心夫人的见解 在五行的相生克里头呢 其实 紫围斗数 我觉得 五行的相生克 没有那么分量占得重 紫围斗数 我觉得他 格局呢 会高过于五行的相生克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我当我要在 我要 下论断 就我要下论断 我要以什么为 重点的时候呢 我比较不会被五行相生克 太以那个地方为主 我不会以他为主 我反而会比较 看待的是格局 格局就是双星的组合 星跟星之间的组合 会呈现出什么样的 画面 跟主要的 构成元素 这个部分是我比较看重的 这是我的论命 经验 就我个人的心得 那很多人可能说 啊五行啊 然后在那边 金生木 木生水啊 木 好像就是被五行 在那边带着跑 其实我多数 格局高过五行 这是我常讲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相克的 可是为什么 却不是这样 因为格局 我再讲一遍 因为格局 好 那这个刚刚讲的 是一个生 一个克 然后这边又解释到 什么叫化呢 化 火 本 克金 而得土 而成火 去生土 而土 生金 引通之菊 就有点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说 天象的水 进入的 四宫的火 本身是相克 这两个意思是相克 但是因为文昌的金进来了 文昌的金 跟文昌的 跟天象的水呢 成了香身 引通 然后变成 因为天象加文昌 本身 是两颗星了 不是只有天象一颗星 去面对了宫位的火 这叫化 化掉了那个 就有点像 触媒转换器吗 就有点中间有一个 转换的东西 把它给转换 不是你所看到 那么直接说 我这样一定会那样 可是中间有一些变化 变成结论 有很多的可能 有不一样的可能 所以只会都说 很灵活 非常灵活 再讲一遍 非常灵活 老金不够聪明 还真难学得好 好 老师要是不够聪明 也不见得教得好 再补充一句 好 OK 再来 好 那这个就是 化的意思 那他有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 如五曲的阴金 然后再五位被克 然后得到天府的阳土 来同工 所以 这个五位的火 去生天府的土 然后天府的土 去生五曲的金 这个叫做 隐通之格 就是五曲的金 跟天府的土 其实本身两个就成相生 就像刚刚我解释 那个意思 天象在火位 然后文昌的金 就两个跟它相生 这个就是 要举一反三 例子是举不完 但是你只要那个 叫做什么 灵活应变 及反三的概念建构以后 你就一通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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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到底 畅行无比 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在 路面要诀 我一直强调说 很多人不会看盘 是因为关键重点 不知道怎么看 这个教材 很多学生都学过了 但是问题是 他们不知道 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玄机 现在有机会 2016年 心心夫人 细讲 讲这个关键时刻 到底怎么看盘的关键 其实就在这里 只是说 我可能会提出 我的看法 然后我的 我的论盘 我的看盘的 经验心得 跟我的诀窍 这里面加进来 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的确 以前 以前我在教授 我抖书的时候 我可能只能照着书念 然后多少加一点经验 可是 反正如果你是以前 听过节目 看过节目 跟我学过 你再听听看 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我保证 然后呢 你可能过去 对老师有一些 误解或不理解 我相信这一课 你会得到解除 你会得到释怀 你会得到安慰 真的 因为你会看到 人 只要愿意等待 人只要愿意 不放弃 然后不下结论 把一个人给 delete掉了 我觉得 我们会在相遇 我们也会互相在赞叹 我们也会互相在珍惜 因为我很珍惜你们 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 你们曾经都是我的贵人 我很感谢你们 就如同我在今年的一开始 我很清楚地说明 如果你还没有入门 我有书要送你们 请上我的网站去看 什么书要送你们 然后怎么索取 那如果你已经学习 自我多数 尤其是曾经跟着我 学习自我多数的人 我相信 对你会有些帮助 好 那今天节目就先讲到这里 祝你们平安健康快乐 幸福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